《沈珍珠之子》 沈珍珠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 广平王李处的侍妾沈氏 沈珍珠原形李氏是李处和沈氏生的大儿子 后来继位为唐德宗 这位德宗皇帝的经历 跟他的曾祖父与荣基有点像 都是早期辉煌 晚年窝囊 早年当过兵马大元帅 依靠郭子义 比光碧等名将平静了二十之段 当了皇帝后 前期也是历经图止 使大唐城献出了一丝忠心气象 唐德宗李氏但面对安史之乱后的朝政击毙 德宗李氏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根除 在遭遇一些挫折后 意志逐渐消沉 不但信心全无 还颠覆了自己的执张理念 干了两件大错事 埋下了大唐后世父王的霍主 安史之乱的漫天冰火 一个是在藩阵格局问题上 一是 细位后秉承的师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的理念 强势打压藩阵势力 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但在武力消翻的过程中 由于中央力量不足 只能依靠藩阵打藩阵 这就导致暗下葫芦起了瓢 判断局面越演越烈 最终酿成了四王二帝京师之变的惨阔 地方势力中有四人称王 二人称帝 朝廷调来平叛的金元兵马 在途经长安时又发生华变 李氏从长安仓皇出逃 萧藩之战被迫终止 四王二帝之乱受此打击 李氏坠迹大伤 没有勇气再积蓄力量 当凭藩阵势力 他竟然下了罪己诏 公开承担天下大乱的责任 并表示今后对叛乱的藩阵一切代之如初 最后靠着一些安抚 分化的手段 总算平息了叛乱 但却丧失了萧藩的机遇 使藩阵割据的弊端击中难返 忠诚后使王国之患 唐朝宦官兼军斗文长 另一个就是在对待宦官问题上 李氏继位之初 对宦官势力是小心防范的 对他们所惠受贿 敲诈勒索的行为 给予坚决打击 该打的打 该杀的杀 一改他附近里处当正时放纵宦官的弊端 可后来经历过京师之变后 李氏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 原因就是危急时刻 守护在他身边的只有一百多名宦官 他平日信爱的禁军将领都靠不住 李氏受此刺激 开始让心腹宦官斗文长 霍建明等人担任禁军监军 开了宦官统领禁军的先河 并把这一做法推广开来 派身边的宦官们 充任各地方阵的监军 唐顺宗李宋这样刀把子 就握在了宦官集团的手中 宦官集团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 李氏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 像他的儿子顺宗 孙子献宗 以及后来的靖宗 文宗等 都受到宦官的协制 甚至杀害 宦官专权乱政 成为晚唐时期政治黑暗的突出表现 这一局面的形成 与德宗李氏有着直接的关系 被唐德宗李氏一起纳入后宫的宋氏五姐妹 随着武制的失败 李氏晚年推崇文制 想发动一场新文化运动 以革新文化来革新政治 意图恢复大唐盛世 她做的最出名的事 就是把宋氏五姐妹一起纳入后宫 这五姐妹是文学家宋廷芬的女儿 各个貌美如花 能施善妇 进宫后被李氏称为学士 与李氏诗词唱歌 倒也解了李氏政治诗意的苦闷 作为无心才女 沈氏沈珍珠原型的儿子 李氏在文学上还是很有造诣的 全唐诗中收录了他十五首作品 在唐朝二十一位皇帝中排行第三 仅次于唐太宗 唐玄宗也可称为才子皇帝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